买金牌 走過了好多地方 就回來到了台灣 發現這裡最美 最讓我感動的是人 善良 熱情 和人與人之間的真誠 是我這趟旅行 最有價值的紀念品 謝謝 乾杯 乾杯 歡迎來台灣 陸客來出頭 食材減暴龍 店家生理好 經濟再進步 哈囉 午安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公寓上其事 必先立起起 歡迎收看小子女向前衝 我是梁梅 來 我們關心一下家權指數目前的變化 目前家權指數已經來到了 8303了 上漲了55點之多 那今天開盤呢 開在8287 最高呢 有來到8312 當時上漲了64點 最低呢 是在8279 那今天量能呢 預估量能呢 有755億 還是一樣明顯的不足 還是一樣明顯的不足 那我們呢 來看一下我們家權指數的 主力均能量今天是什麼變化 今天呢 開盤呢 就跳空上去 而主力均能量呢 在一開盤呢 我是說一開盤 導播鏡頭拉近一點 你看它翻出了什麼訊號 翻出主力均能量開始做多的一個訊號 所以呢 今天的行情呢 在找盤呢 一開盤的時候就在8236 開盤的時候附近的時候 就已經翻出了做多的訊號 所以呢 我們今天呢 當然呢 就是順勢操作 像在過去呢 當主力均能量呢 它在翻空的時候 行情是不是就是往下殺 而當主力均能量呢 再翻多的時候 行情就是往上漲 對不對 所以呢 一直以來呢 都是如此 有主力的地方 就有量 就有行情 這是家權指數的看法 那另外呢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期貨指數喔 今天呢 期貨指數呢 最高呢 來到了8300 8300耶 已經來到8300的整處關卡 那目前的點位呢 在8294 今天開盤呢 開在8236 最低來到8232 那今天的期貨指數呢 也是一樣喔 在早盤的一開盤的時候 在早盤一開盤 導播進口拉近一點 是不是主力均能量呢 已經連續兩天翻多了 已經連續兩天翻多了 所以呢 這一波呢 就是上漲上去 我們未來呢 還會看更高 因為呢 主力均能量呢 之前呢 翻空的時候 行情是不是就是往下掉 導播你記得拉遠一點 沒關係 翻空的時候 行情就是往下掉 而當主力均能量呢 翻多的時候呢 整個趨勢呢 就是往上 當時呢 還創下波段的新高 翻空的時候 行情就是往下掉 不是一直以來都是如此嗎 而今天呢 為什麼會有這麼強力的表現 完全都是因為主力均能量 在一大早 一大早的時候 就讓我們看到了 翻多的一個跡象 所以呢 我們今天呢 短線上呢 是怎麼在操作的 我們來看一下喔 今天呢 短線上 招盤 有沒有看到 8249的時候 就已經翻出了一個做多的訊號 然後呢 上去呢 到8272的時候呢 翻出一個平常訊號 今天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主力均能量 主力均能量呢 從頭到尾 都是翻多的一個格局 從頭到尾 都是翻多的一個格局 所以呢 今天呢 的操作要怎麼操作 就像昨天一樣 8249呢 做多 8249附近呢 你進場去做多 上去呢 到8272附近呢 先把它平常 然後呢 在8270呢 附近 你在進場去做多單 結果指數呢 一路往上飆 飆上來 現在指數呢 在8296 所以今天呢 光做這一趟 光做這一趟 你看看有多少點的空間 你看看有多少點的空間 有沒有50點的空間 雖然沒有很多 但是你想想看 一天50點 一天50點就好 那一點是200元不是嗎 那一天是不是1萬塊 那你如果說每天呢 都能夠掌握到50點的價差的話 那你算算看 你一整個月下來 你有多少點的空間 當然我說 每天的行情呢 波動不一樣 有時候行情比較窄 有時候行情比較廣 但是呢 我們是不是 掌握正確的方向 就能夠穩超勝算 所以今天呢 一大早 我們就順勢操作 順勢操作 如果再天一勝 8249上 8249附近 上去呢 我們來做多單 然後上去呢 到8272附近呢 我們把它平常 先平常一下 然後8270呢 再度翻速做多訊號上去呢 到現在還沒有翻速做空訊號 所以呢 齒骨續爆 而目前的點位呢 已經到達了8297 8298的附近的位置 已經要再創新高了耶 那我們再回顧一下昨天 昨天是不是主力軍能量 導播 主力軍能量呢 一開始呢 雖然是呈現空頭的格局 但是後來呢 它就已經往上飆升了 而指標呢 在8190的時候 就開始翻出了做多訊號 結果上去平常 到8206的時候呢 再度翻出做多訊號 結果上去呢 再平常在8248 你看昨天光這兩筆單 就又有多少點的空間 又多少點的空間呢 光兩筆就好 我們不要算多 你自己去算算看呢 是不是也有將近50點的空間 所以我說 在盤整盤的時候 我們基少成多 遇到趨勢盤的時候 我們一定是一波賺它賺到底 那像昨天 像今天 是不是都是一波賺它賺到底 整個主力軍能量呢 完完全全都呈現了做多了一個格局 那我們再看一看25號啊 25號今天禮拜三 25號禮拜一 25號開始一開盤 主力軍能量就開始在做多了 所以我們早盤呢 一大早在一開盤喔 在一開盤的時候 8142就已經翻出做多的訊號 結果呢指數呢就往上拉升 一直拉升到8202 它才翻出一個做空的訊號 回補掉 下來呢到8195附近的時候 我們在進場去做多單 結果指數呢 果然又往上漲 漲到8202附近 下來呢 8197再度呢 接多單 上去8198先平掉 結果後面指數是往下殺 隔天來開盤跳空下來 是不是都這樣 我跟你回顧了三天 那22號呢 是不是也是一樣呢 22號的盤比較窄 但是呢我們早盤呢 8090的時候呢 就翻出一個做多的訊號 上去到8092 算只有兩點的空間 但是呢在8093的時候 再度翻出做多的訊號 上去呢到8103平倉 反手做空下來 尾盤還是一樣啊 還是一樣有空間啊 那這一天的行情比較窄 但是前一天呢 11月21號 11月21號 完全都沒有訊號 可是你看看主力軍的量 他在做什麼動作 他是完全在空方的格局 所以11月21號 我們是怎麼在操作的呢 因為當天沒有訊號 所以我特別拿call訊單出來 早盤呢我們就在8158 就已經進場去做空了 為什麼呢 因為 在前一天 8223 保力算指標是不是站在空方 隔天是不是跳空下來 隔天是不是跳空下來 然後呢 跳空下來 我們在9點附近的時候進場 在8158的時候呢 直接試駕進場去做空單 有沒有 9點整 目前騎指在8158附近 會員直接試駕做空單 停損色35點 然後呢 當指數呢 再下來的時候 我們呢 再做加碼的動作 在8138附近的時候 請會員直接加碼 再做一筆空單 9點04分而已 然後呢 在9點14分的時候 我們在8125的時候 請會員呢 直接加碼 再做一筆空單 結果呢 整坡下來 到了8090附近的時候 我們呢 也請會員 直接加碼 再做一筆空單 所以呢 當天呢 總共呢 做了四筆單 在13點32分的時候 我請會員呢 將手中的空單 包含特惠加碼空單 於8070全部 試駕獲利了結 並且保持空手 但當時我們成交在8075 我們成交在8075附近 有沒有 8075附近都做到 還有到8074耶 所以呢 我們當天呢 累計下來的成績 83點加63點 加50點 加15點 合計下來呢 有211點的空間 211點的空間 所以呢 指標 是不是非常的重要 我相信每個人在操作 每個人都一定有一個自我意識的一個 一個想法在裡面 那今天呢 昨天呢 美股呢 只是在平盤附近 收在平盤附近而已 那今天一開盤還開小滴 前兩天呢 都已經都 都長這麼多了 我相信在一開盤的時候 有很多人呢 想要進場去做空單 甚至呢 拉伸上去的時候 也想進場去做空單 但是呢 我們呢 知道 主力均能量 在一開盤的時候 就已經翻多 在一開盤的時候 就已經翻多 而且保利順指標 短線上的指標 也是在一開盤 沒多久的附近喔 8249附近 就已經翻出了做多的訊號 所以呢 我們就知道呢 今天呢 是一個多頭的盤式 而主力均能量今天 從頭到尾 都是在做多 所以今天光這兩筆 你看看就有多少點的空間 目前的點位在8296 所以在操作 你是不是一定要有一套好的方法 好的工具 而好的方法 好的工具 並不是說隨便去找一套就可以了喔 你要想想看 你究竟要用什麼樣的指標 什麼樣的方法 什麼樣的工具來輔助你 而不是隨便便去亂找 那我教你一個怎麼樣 去辨別這個指標好壞的程度在哪裡 我的指標呢 周期是固定的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我的指標呢 周期固定 指標固定 也就是說 我的指標呢 的點位 絕對呢 都跟我的會員 所看到的點位 都是一模一樣的點位 如果呢 在這些點位裡面 有哪一個訊號不一樣的時候 如果有哪一個訊號 跟我不一樣的時候 你來找我 用我主打什麼 這是呈現的問題 我的指標 周期呢 固定的 不像他家軟體 有時候周期變來變去 所以呢 指標呢 又變來變去 所以呢 有常常呢 有很多投資朋友們 他參加的軟體的會員 他參加了他家軟體的會員 那發現說 欸 老師電視上呈現的 怎麼都跟我頭 我會員 怎麼都跟會員朋友 看到的指標呢 都不一樣 那當這種情況的時候 請問呢 指標 你要怎麼去操作 老師每天在電視上 演的都是對的啊 每天都大賺 當然我的指標呢 也有錯的時候 但是我說 對就是對 錯就是錯 而且呢 我不需要搭配很多指標 但是有些他家軟體 需要搭配很多指標 這就變成 你會有看不懂的問題 你如果還需要搭配個 A指標 B指標 C指標 那麼多指標 你就會看不懂啊 那看不懂呢 你就要怎麼去操作 又要回歸到現實 靠著自我的意識形態 靠著自我的判斷 進場去做操作 那做旗指呢 最害怕最害怕的 就是靠自我意識去判斷 你如果靠自我意識 你今天是不是 早盤又去做空 早盤還開小低 那前兩天長這麼多了 早盤開小低 你會不會想進場去追空 甚至你可能都追空在最低點 但是呢 你如果有好的指標 好的工具方法的話 你看我們的指標 在哪個時候翻多 在哪個時候翻多 你看現在指數又到8299了 光是這一筆單 又有二十幾點的空間 你說是不是 所以好的工具 好的方法 是不是真的很重要 你不要再去想 你不要再去想那麼多了 你每天一開盤 就在想說今天到底要做多還是做空 每天呢緊張兮兮 但是你如果有一套好的工具方法 軟體的話 是不是哪個地方 清清楚楚明明確確 哪一個指標 這個時候要做多 我們就會進場去做多 這個地方要做多 我們就會進場去做多 做多平倉做多平倉 做多平倉做多平倉 做多平倉 是不是很容易 不需要搭配很多指標 一目了然 全市場最簡單 能夠讓你看得懂的指標 就在這裡 所以你還要選擇什麼呢 你還要去想什麼 還要去考慮什麼呢 我希望大家在做期貨的時候 是長長久久在操作 我們不是做個一天兩天 所以長長久久在操作 我們一定要選擇一套好的工具方法來輔助你 技術分析啦 基本分析啦 你的一些想法 觀念 意識形態 你如果錯誤的話 你就會賠得很慘 方向錯誤的話 你就會賠得很慘 所以你如果方向對 你是穩穩在賺 但是方向錯的話怎麼辦呢 所以這些都是很值得投資朋友 要好好仔細的想想看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希望呢 投資朋友們可以利用中場休息時間 注意中場廣告中的資訊 好好仔細想想看 未來長長久久你要怎麼操作 我們休息一下進廣告 待會回來 我們坐下 亞洲頭褲劉老師年終大回饋 寇訓單月9.8 禮包隨你8 軟體財富集中贏 全年8折等你贏 速貨專線02 2570 5809 亚洲头裤刘老师年终大回馈 扣讯单月9.8 礼包随你8 软体财富集中营 全年8折等你赢 速播专线02-2570-5809 淘听永思思 美国进口原料 最新peace认证通过 会退休会疾痛 思思解痛加强定 亚洲头裤刘老师年终大回馈 扣讯单月9.8 礼包随你8 软体财富集中营 全年8折等你赢 速播专线02-2570-5809 亚洲头裤刘老师年终大回馈 扣讯单月9.8 礼包随你8 软体财富集中营 全年8折等你赢 速播专线02-2570-5809 淘听永思思 美国进口原料 最新peace认证通过 会退休会疾痛 思思解痛加强定 亚洲头裤刘老师年终大回馈 扣讯单月9.8 礼包随你8 软体财富集中营 全年8折等你赢 速播专线02-2570-5809 亚洲头裤刘老师年终大回馈 扣讯单月9.8 礼包随你8 软体财富集中营 全年8折等你赢 速播专线02-2570-5809 杀了一个我 还有千千万万的我 杀了一个我 还有千千万万的我 杀了一个我 还有千千万万的我 做好环境清洁 清除积水容器 才能免除登格勒的威胁 毁了我的家 就没有千千万万的我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华财经海 欢迎回到现场 小资女向前冲 我是梁梅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现在的股票 到底要掌握哪一些股票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一档宏达电 宏达电这档股票 在10月22号的时候 就已经翻出座多讯号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转空 而且主力居能量 还是一样站在了多方 所以这档股票的今天 虽然有做震荡整理的动作 可是 目前还不用害怕 因为你看过去 从6月7号的时候 283元的时候 翻出座空讯号 结果一路往下掉 一路往下掉 而在132块 10月22号的时候 翻出座多讯号 结果呢 目前的点位呢 在159元附近 你看光是这样子 又有多少元的价差 又有多少元的价差 而哪些股票不能做呢 这档股票 TPK 虽然它今天有做反弹 TPK 虽然它今天有做反弹 但是呢 主力居能量呢 还是一样持续 持续的维持在 空方的一个格局 持续维持在空方的格局 而且呢 保利赚指标呢 还没有翻出 做多的讯号 还没有像 红达电一样 翻出做多的讯号 所以像这样子的股票呢 我认为呢 你还是观望为一妙 虽然我知道说 你前面你可能 已经套很多了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 还不是 还不是你应该进场的点位 如果说你认为跌升了 就应该 它反弹了几天 你就应该去买进的话 那么你在这边买进是不是又套 在这边买进是不是又套 在这边买进是不是又套 结果还是一路下来 现在也还是一样啊 虽然现在它正在做反弹了 反弹了几天 但是呢 主力居能量是不会骗人的 它还是要告诉我们 它现在呢 走的是空方的格局 那哪些股票呢 是可以留意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哦 这档股票呢 叫做创围 创围呢 在九月中旬的时候 就已经翻出了 做多的讯号 16.4 而目前的股价呢 在23.5 23块多 16.4到23块多 你看这 这一档股票 你随便买个二三十张 好不好 光这一档股票 让你看看你可以有多少顶的空间 你自己想想看 而且目前呢 主力居能量呢 都还是在 站在翻多的点位 我说过主力居能量代表什么 代表呢 三大法人在里面哦 散户的大户也在里面 而且还包含了大股东在里面 所以当这些筹码呢 都在里面的时候的同时 你需要去害他那么多吗 而且保险的指标也还没有翻空 所以这档股票呢 我认为呢 他还有前景 就像另外这一档 南六一样 我跟大家推荐 推荐了很久了 而且甚至呢 在11月13号的时候 我还送给大家什么股票 何瑞雅 今天涨停板 南六 你看 今天还是一样有创波旦的新高 南六 这个当时呢 我推荐给你的时候 大概130几块哦 那现在转眼间已经呢 到169 170了 是不是就将近40块的空间 将近40块的空间耶 所以你光是那天有人来索取的 光南六光何瑞雅 你看看你赚多少钱 转机转机转成金 六档红赚多翻股 夯啊 不只保利赚指标翻多 我也是都直接的公开送给大家 所以呢 有拿到这份资料的人 你可以替我作证 你可以替我作证 我呢 你是不是就有拿到何瑞雅 就有拿到南六这张股票 所以是不是南六今天又创新高 何瑞雅今天又涨停板 有几分的证据说几分话 另外呢 还有什么股票 是可以留意的 这档股票叫做新日光 今天呢也在创波段新高 我跟大家讲多久了 他从九月份的时候 24.05翻出作作的讯号 结果呢股价一路涨上来 今天还创波段新高 现在已经38点多了 而主力均能量呢 是不是维持 一路的维持都 维持在多方的一个格局 态势 所以这种股票呢是可以持股续报的 不用害怕 他就涨一波 涨两波 现在整理过后呢 再突破 将来呢 要继续再涨了空间 我认为只要主力均能量 还在多方 保育赚指标呢 还没有翻空就有机会 你就有机会 另外还有什么股票 美率 我跟大家讲多久了 我相信有看 我电视的投资朋友们 一定非常的清楚 美率这档股票 我跟大家讲多久了 五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翻出了 做多的讯号 49.6 结果我们镜头拉远来看 一路的大涨 一路的大涨 到现在已经126元 是不是翻倍赚 而且你看这筹码多漂亮 主力均能量持续 一路的都在做多 一路的都在做多 今天呢还是在做多 所以今天甚至呢 曾经呢 工上量登涨停板 是不是相对强势 又创波段新高 我跟你讲多久了 的股票 我相信你都很清楚 那什么股票呢 是你要留意 不能买的股票 像这两股票啊 友达 主力均能量呢 还是持续的站在空方 持续的站在空方 这些股票我在送资料的时候呢 也是有10月8号就提醒你了 友达 彩晶 TPK 这些股票是不能碰的 那我勾起来股票是不是说 可以进场的股票 包含何瑞亚在里面啊 对不对 所以呢 我是不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这是诚信的问题啊 所以呢 操作不管是操作指数也好 操作期货指数也好 操作股票也好 我都还是一样 同样的老一句话 你要简单的事情重复做 有好的指标 好的方法 你就是专家 那么重复的事情用心做 你就能够成为赢家 有一些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物理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只剩评估病资副投资封线 出品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亚洲投赴刘老师年终大回馈 扣讯单月9.8 礼包随你8 软体财富集中营 全年8折等你赢 速播专线02-2570-5809 亚洲投赴刘老师年终大回馈 扣讯单月9.8 礼包随你8 软体财富集中营 全年8折等你赢 速播专线02-2570-5809 别问我草本群纹喷雾 小黑蚊也泡泡哦 倒着喷也OK哦 我朋友包不夭 别问我草本群纹系列 亚洲投赴刘老师年终大回馈 扣讯单月9.8 礼包随你8 软体财富集中营 全年8折等你赢 速播专线02-2570-5809 亚洲投赴刘老师年终大回馈 扣讯单月9.8 礼包随你8 软体财富集中营 全年8折等你赢 速播专线02-2570-5809 别让一时错误的行为 准备 感谢观看